误会还是事实 多角度还原浦友天丢礼物 同样遭遇的偶像还有他们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摆在我的面前 但是我没有珍惜 我没有珍惜 阿嬷阿嬷阿嬷 友天就出事了 服务商冒出在2014年 以JYJ活动时 受到粉丝送了徽章一秒变脸 第一个身旁的经纪人后 礼物就被往后放了 这个举动被解读为 把粉丝礼物丢掉 形象再受打击 当还原当天其他片段 友天收到礼物后 身边的经纪人会先检查 接着放到友天背后的位置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应该是放到纸箱里面 不是传说中的垃圾桶 比友天在台上除了挖挖眼 不是啦 跟粉丝有说有笑 放送福利也是不分男女 加上台下超多粉丝在看的 应该不至于有所谓的变脸啦 友天的死忠 粉丝也帮他喊冤 说那是他平常开玩笑的方式 当天多次做这个表情 应该是要逗现场粉丝开心 其他粉丝也声韵友天 曾被私生犯呼过巴掌 却没计较 相信偶像博士那种人 但友天明明还在替代Online 却因为两年半 整的影片被拉震 算是随从天降 小贾去年曾经为丢粉丝 给的阿根廷国旗被骂翻 女神福星会2011年 来开宣传旋风管家 也闹过丢礼物风波 少女时代也曾经因为粉丝的信件 被丢到垃圾桶里被骂翻 搞得桑女还上节目 傅里扇了一张 余女儿 傅里扇购物本红 Aurora 我们很感谢 给我的词 我开心 你充满到 答应 这是 派桥 请